第一个是支离破碎的命运线 如果是有这种掌纹的话 一生运势偏弱不稳定 再加上周围的环境和人际关系变化多端 似乎很容易受到影响 容易被身边的人的凶运所影响 无法随心所欲的开运 这可能是因为没有专注的人生目标 或者是想要做的事情变得犹豫不决 似乎有优柔寡断的一面 第二个是断了的生命线 如果是有这种掌纹的话 你的生命力和各种运势会在特定的时间内不景气 倾向于消极的思考一切 病痛越多精神就越虚弱 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 也容易积极成压力 因此你应该总是感觉到疲劳或者是过度的劳累 可以通过断开的位置来判断何时发生这种情况 具体的方法是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画一条垂直线 并且跟生命线相交 那么相交的点是生命线所对应的年纪是20岁左右 那么第三个是有导纹和断点的命运线 那么指的是在命运线上可以看到导纹或者是间断断开的地方 那么导纹就是像图片当中看到的 是有界限的 如果是有这种纹路 那么你的运势会在某个时期不景气 工作方法问题出现比较突出 那么人际关系可能不太顺畅 心理上有一些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 最好是避开开始一些创新或者新的发展 比如说新的业务 但是如果是克服了这个时期 我们刚刚说这个导纹是有界限的 如果是克服了这个时期 那么新的财富将会开始 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有可能都会发生改变 那么第四个是带导纹的生命线 是指生命线上能看到一个有导纹的地方 那么导纹就像岛屿一样有界限 如果是这个掌纹 有这种掌纹 生命力在某个时期会减弱 感觉不到自己的健康 比较呆滞 容易被动 有一些心智虚弱 那么还有就是容易产生一些消极的想法 也更容易积累压力 很容易因为一些小的事情感到不满 或者是心里堵得慌 你的判断力会变得迟钝 有可能会通过 可以通过导纹的位置来判断何时发生 一个方法就是在 刚才提到的食指和中指之间画一条垂直线 并且它跟生命线相交的点是20岁左右 然后之后根据导纹具体的位置 进行大约的估算 那么第五个是带导纹和十字架的太阳线 是指太阳线上可以看到导纹和十字纹的地方 太阳线变成一条垂直线 出现在无名指的根部区 也就是太阳丘 如果是有这种掌门的话 财运和成功运势 都会出现一些地迷的情况 钱财耗散比较多 感觉总是在花钱 无法尽财 另外也有可能是 一直把握的一些成功 目前所收获的 有把握的成功的地位 一下子崩塌 同时也会影响到人员和贵人运 容易被人嫌弃 不合人员的影响团队 或者是说跟团队啊 这个关系不太好 感谢观看